今天我今天讲的故事是小阿嬷 有一天小阿嬷都戴着好好袋子 妈妈说你在生活 她先不要去奶奶家 小阿嬷都到奶奶家 在奶奶路上遇到的在野兰 然后呢大爷爷说你也去哪里啊 我要去奶奶家 小阿嬷都玩在花那里路走 然后呢大爷爷都往奶奶家 跑到奶奶家都躺在奶奶团上 然后走去奶奶家就把奶奶吃点 然后呢小阿嬷都扣扣扣 说奶奶家家吗 奶奶说情形啊 小阿嬷就来说 哎 你有点奇怪 那个小阿嬷说 你们眼睛怎么这么大 没有想看清楚你的身体 为什么你的嘴巴这么大 没有想把一口把你吃掉 都吃饱饱了 都躺在奶奶的床上睡着了 然后呢大爷爷都睡着了 在奶奶床上睡着了 然后呢小阿嬷都被吃掉了 然后呢烈人喷到大爷爷被奶奶床上打呼睡 然后呢烈人都把石头放进肚子里 然后大爷爷起来看到烈人好小好梦到奶奶这样躲起来 不能为了被大爷爷发现出被抓住的 我的故事讲完 来谢谢大家